從1955年,金庸開始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 到1972年,金庸寫完六頂記封筆為止 他一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 這些作品多次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廣播劇及舞台劇 這些作品當中,還衍生出多媒體產品 例如電腦遊戲、漫畫,並在國際網絡上也有金融網頁 在70年代後期,各類評述金融小說的作品相繼出現 台灣作家、學者更率先成立金學會,專門研究金融小說的特點 將原本是坊間流傳的小說,提升為文學的研究對象 金融的其中六部小說已經翻譯成英文、馬來文、越南文、朝鮮文 遲些還有法文版和泰文版 其中央《やはやはやは mak3 LED 》 拔情平白不晓コンベク 我平常写了型部書 我 whales写了型棉布書 我史文版的家就是你身地、結局最多人都很好的 нал你體系上身掉 現在最gery之後 在 metaph zab 느� prodigy嗎? 可以在拜問 stran豪fect 那外公囑一些態度 當時清智的時候 當時中國的社會比較深刻的 我講話是政治生活 強的學生 不是我擔當風濟蒙哥 不過我想目標就是通過一部學生來挽養中國政治生活 講給了一般不太中國人 就話說 全世界的政治生活還這麼樣的 我認為如果你想要一個非常威脅的故事 跟很多行動 很多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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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色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読出一件事 這件事會完全帶你去另一個世界 在哪裏你可以繼續想想和有幻想的 就唸一件事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樣子 They are very old fashioned in that sense People don't write books like that anymore These are real old fashioned historical romance novels Just like the French writer Dumas who wrote the Three Ma Coste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